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县长徐耀昌近期竞选广告主打整顿苗栗财务有成,但对手无党及苗栗县长候选人徐鼎真振英却批评,徐耀昌上任后大看县内教育文化、经济、社区发展等重要建设支出,且岁入还较前县长刘正宏执政时期大幅减少。 重轰徐耀昌是以苗栗发展停滞换来改善财政的神话。苗栗县政府主记处处长陈荣贵表示,徐耀昌县长上任后已面临现金周转不灵,发不出薪水、畅商工程款等窘境,再加上土地增值税减少,中央建设配合款提高等因素冲击岁入,使县府被迫减少使用率低,无极破性及高配合款的建设。 令节省非法定设服支出等遵洁方案,当时已无路可走,换任何人执政都必须这么做。 徐定真正迎提徐耀昌将帅无能,类似三军。 列出中央审计单位总决算部分资料,指出徐耀昌2016年岁入教刘正宏,朱正最后一年岁入短少21.4亿,但却靠住大砍教育经费,减少精简投资及删减社区营造、银发足照护等经费共47.6亿。 仅凭个人好物扭曲资源分配,让苗栗持续落后其他县市,才成就剩余13.8亿的神话。 但陈荣贵强调,2016年因土地增值税减少4亿,中央建设配合款提高6.4亿,再加上前县长刘正宏任内贩售大平丁营区,投分国中土地赚入11亿,岁入才会有所落差。 为了挽救苗栗财政,县府减少非法定社福支出,如学童营养午餐、课后辅导等经费,令因应少子化停建新港高中,并节省业务支出,令也停办使用率低,无极破性及需高配合款的工程等,将钱花在刀口上,避免占留子孙。